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各种项目模板 什么意思 咱们上一期安装了VUE的命令行工具 对不对 然后咱们用这个工具 建立咱们的Web应用程序的时候 会用到各种各样的建立模板 今天咱们就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VUE命令默认提供的各种模板 它提供的都是官方模板 非常值得咱们使用 咱们一起来试一下 好 咱们看实战演习 首先说 咱们先打印出VUE的help 咱们上期其实也打了 这次咱们再打一个 VUE help 回车 大家请看 在命令行当中 有这么一项 叫做list 它干什么的 咱们读的这个英语 list a variable official templates 这我读的不好 这我英语不行 好 咱们就用这个list命令干什么 看一下VUE官方 给咱们提供各种模板 就是下面这个命令 我们试试 VUE空格list 回车 你看我这个list 因为我在日本的 把list读成什么 读成list 太年 不好听 咱们看 官方给咱们提供了 这个六个模板 大家请看 这六个模板 我在课件中 都给您写出来了 就是下面这六个模板 每个模板都干什么的 后面都有 依据这个英语的描述 这个没关系 这个您不用记 我一会儿给您一个个说 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模板的官网 模板居然还有官网 当然有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用命令行 初始化模板进行安装 做新规项目的时候 它其实是从官网去下载模板 所以说 所有的详细内容都在官网 咱们马上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官网上给咱们提供了 六个模板 对不对 下面也是 都是这六个模板 没关系 咱们看用哪个 咱们就看获得start数目 咱们就知道该用哪个 咱们看 第一个是webpack模板 webpack咱们都知道 是一个打包工具 对不对 咱们看 这是个全功能模板 加上loader 包括loader 什么都在里面 没有问题 它的获得的新数 大家请看 6.7000 6700 我看 正确说应该是6706个型 非常不错 对不对 那咱们看 排名第二 PWA PWA咱们都知道 这个是google的一个 可见见式的web用程序 开发框架 这个是基于浏览器 但是你让你能够开发 类似于原生程序的 这么一个框架 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能不能活起来 我感觉不好说 起码在国内 我就觉得不好说 为什么 google被抢了吗 对不对 这浩华 咱们看 它获得的新数是多少 2200 咱们进来看一下 2197 还没到2200 不过差不多 这还有中国朋友 OK 咱们再往下看 webpack simple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咱们第一个模板的简化板 简装板 穷人板 低配 就是感觉 它获得的新是多少 1.6000 咱们进来看一下 是 不错 1645 还算不错 其实第一个跟第三个一回事 只不过这是一个简装板 对吧 低配 接下来simple simple咱们看星 是148 然后这个brotherify 这个叫什么 稍等我 我再重念一下 brotherify 没错 我没念错 这个是多少 23个星 包括这个 brotherify simple 这个是85个星 这个 您作为了解就可以 我不推荐您使用 为什么 官方支持本身就不好 首先说 这个brotherify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就是说 把这个node模块 把它进行一个封装 然后让咱们浏览器可以用 的这么一个框架 反正我觉得 其实我不用它 我照可以用node模块 所以说 我也不是说特别推荐您 那推荐您使用哪个 当然是星最多的 对不对 6.7 推荐您使用这个 我呢 也是基于这个模板 做今后的课程 而且这个模板 提供官网 我看咱们 我看我现在能不能 给您进下官网 OK 没有问题 大家请看 这个是它的官网 这个官网里面 有非常详细的 关于webpack模板的 使用方式 包括目录结构 包括里面的一些 给咱们第三方定制 都可以用 所以说 咱们既然官方 有这么详细的文档 咱们干什么 不用这个框架呢 对不对 OK 咱们回到我的课件 好 我的课件 今天内容就是这么多 给您说一下 咱们如果想建项目 是基于官方的模板 或您自定制模板 因为咱们是初学 所以说 咱们仅仅是基于 官方模板的进行建立 那咱们下期开始 就正式建立咱们的APP 好 那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